好男嘉宾 李道路 34岁男行人 水场客服 我叫李道路 今年34岁 南京本地图著 我是一个比较沉稳 传统型的男人 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呢 能够找到一个活泼开朗 然后善良大方的女生 接下来我们通过 另一个小Q 来进一步了解男嘉宾 你会主动打扫卫生吗 A会 B不会 会不会主动打扫卫生 2不喜欢还是不会 还是 会是肯定会的 但是主动是肯定不会主动的 他要是主动的话 我会帮他忙 但是我不会主动去干这事 他要是也不主动的 他要是不主动 那我要他干嘛呀 这个我跟2号是一致的 你这个判断是说 前几次我想看你先主动 还是说在你们长久的关系里 你就永远不主动 只是帮忙 是前几次要看的 如果你前面都特主动 后来我也可能会主动 对 但我先要看到你的态度 对 对 好 了解 空前时间 你更愿意宅在家里 还是出门游玩 A宅在家里 B出门游玩 道路哥是喜欢宅家的 在家里打扫卫生 对吗 对 我特别喜欢打扫卫生 因为我有一点点轻微的洁癖 洁到什么程度 洁到地上不能看到有头发色 这么严重啊 对 就只要看到了 我就会去把它捡起来 更主要的是我爸比我更洁癖 我跟我爸没事就在地上找这个头发色 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 我在家里面每天掉了很多头发 你会不胜其烦地去天天剪吗 对啊 因为现在我妈在家就是大概类似这样 太棒了 你们家基本上就爸爸跟你一起捡妈妈的头 妈妈不得掉 对 你是否赞同结婚生育后 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观点 A赞同 B反对 只有6号是赞成的 我感觉女人在生完小孩之后 母爱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吧 会很爱自己的孩子 道路哥选择的是不会 对 我希望是在婚前婚后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是至上的 因为在一段感情当中 能够走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然后孩子是两个人的结晶 在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的情况下 一起去服役下一代 我会觉得会更加的好一点 你想象一个画面 你们俩一起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时候 你会先去看孩子还是先去看老婆 看老婆 先去看老婆 对 这个我有深刻的回忆 我初中的时候看那个童话大王 郑渊杰的童话 皮皮鲁 大家都知道吧 皮皮鲁和鲁西西 她的夫人叫燕妮 说皮皮鲁在燕妮生孩子的时候 皮皮鲁冲进去就说 我爱人的身体怎么样 说让整个产房里面所有的妈妈都羡慕 因为其他爸爸进来之后第一时间关心孩子是男是女 我看到这一段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将来我爱人生孩子 我要做到就像李道路说的这样 先去了解自己爱人的身体怎么样 第二步再去看孩子 一定要先去关心那个为你延续生命的最亲爱的人 当你对象的家人很不满你的工作 反对你们在一起 你会 爱争取对方家庭的同意 必选择分手 很不满意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 在一起是因为感情 你可以不赞同 但是你要尊重我的工作 道路选择也是必 选择分手 就像刚刚三号李嘉宾说的 一个就是尊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太喜欢看对方的脸色 我正好有一段感情涉及到就是这个问题 曾经的话我是做国际领队的 一年365天将近快300天在国外 就很少能顾及到家里 然后呢我的这个女朋友呢 她父母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就选择放弃 你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你都没讲你的女孩子是什么态度 我觉得这个题中间格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爱的那个人 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如果他能挺得住的话 我管他家人怎么想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态度 你前面能够说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夫妻两个的关系 超越跟孩子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应该做到 结婚之后夫妻两个的关系 超越和各自父母的关系 不需要因为自己的自尊心 而辜负他的这份爱 假如是你的女朋友 就是你家人特别不满 她的工作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会怎么做 我会努力地去争取 去说服我的父母 你觉得你是可以撑得住的 你能说服得了吗 对 我觉得我的话 以前在我们家还是蛮重的 哇哦 你会介意婚后不开火做饭吗 A介意 B不介意 5号跟1号 我是觉得婚后可以不用做饭 我的工作性质就比较忙 所以说我涉及不到 每天可能会固定地去做饭 如果实在太晚了 那可能我就会选择叫个外卖 或者是不吃 了解 就打算和外卖加入自己的家庭 一起生活 我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解决 道路哥是怎么理解的 一定要开火做饭了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一个人会做饭 是自己独立自主的表现 你起码饿不死 其实做饭也是挺快乐的一个过程 还有情绪的事情 对 特别是两个人下厨房的那种感觉 你会特别地喜欢 这道题目呢 离职小Q有大数据的统计 年龄的差异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60后期以前呀 这个不介意的只有28.8% 到了90后期以后呢 43.4%的人就不太介意了 当代年轻人越来越享受这种 便捷的外卖生活了 马老师您怎么看 我想问一下5号 如果你的爱人愿意做饭 你开心吗 开心啊 我本身不会做饭 但是我肯定希望找一个会做饭 我希望我下了班以后 饭可以已经摆在桌上了 就是你其实是希望 这个家里面是开火做饭的 对 你也希望这个家里面有人做家务的 但是你不愿意自己主动做以后 一做就变成一辈子都是你做 你希望对方有态度 我想这个和当前 我们对夫妻婚姻家庭当中 对家务劳动的不足够尊重 是有关系的 但这个现象现在已经得到了扭转和改变 民法典在1088条提到 就是有家务补偿制度 如果夫妻两个离婚的话 其中大量承担家务的这一方 包括福育孩子 赡养老人 还有就是为对方的工作 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的这三种情况 以及做家务的 他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以家务补偿的名义 要求对方给予补偿 而法律会支持这个 这是新的民法典做出的规定 谢谢马老师 我觉得这个补充真的是好到位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投入到新一轮的民法典的学习当中 补充了新鲜的法律知识 经过了我们刚刚的立志小Q之后 我们发现四号跟七号 跟你的接近度是比较高的 就80% 在小Q问答之后 进行第一轮的打分 有缘相见 八位女生选择目前你心里的前三位 对 接下来女生们 接受你们的第一印象分 我们的右半边 基本接近满分 我觉得他跟我的生活作息啊 包括他对待一些事情的一些态度和看法 还是比较相近的 你希望你们俩还有一个相近的是什么吗 你们今天的色系啊 简直太完美了 这种土黄大地 这真的是一个巧合啊 真的 太有默契了 那接下来短片来了解一下道路 我叫李道路 我一直觉得人生也是一条不断向前的路 22岁我成为了一名国际导游 多年间我走过许多国家 享受过无数美景与美食 我用年轻的脚步交换丰富的阅历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 29岁我初恋了 从三段念经中走过来 我更加明确了心之所向 我喜欢热情开朗的女神 不自私 不多疑 不物质 我害怕被拒绝 所以只进行有把握的告白 33岁 疫情叫停了我的导游生活 爸爸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手术 我将更多的时间交给我的家人 我变得更成熟 更稳重 更加懂得如何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 家人人比较多 我爸喜欢吃苹果鸡子 牛头买给我弟弟吃的 感觉快成家里的保姆了 这过天也是我爸爱吃的 等下回去还要带小侄子呢 我在这条路上一个人走着 期待着遇见亲爱的你 余生与你同行 短片里有一个画面蛮震撼的 我爱摊开那么多登机牌 那只是一部分 这还只是一部分 听说今天你带了一部分到现场 对 这个还是蛮震撼的 能让我感受一下吗 可以的 这是一部分是吧 对 后面的这个大片已经有展现了 这个记录的是17年18年19年 第三年的 对 这张是在哪里 这张是在凯恩斯拍的 凯恩斯好美啊 对 这个就是那个著名的大宝礁的店 大宝礁 考拉这个有故事 当时其实像我们工作人员的话 是没有机会和考拉去抱着拍的 因为正好团队当中有一位阿姨 她特别怕那种带毛的动物 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然后就有了这张照片 在座国际导游这十几年当中去了很多个国家 大概有 对 大概有20多个吧 20多个国家 欧洲 非洲 然后 基本上各大洲应该都走过了 差不多 但是其实转变也很大 刚才也提到了 在疫情过后 你就换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对 是的 原因就是因为疫情这段时间出不去了吗 这只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家人 因为我的父亲在去年的时候经历了一场手术 器官移植的肝音化 还蛮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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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去年是过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在菲律宾 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不知道是这么严重 然后的话 我那个时候还接了下一个团 这边工作我已经接了 也不太好推 我就拎着行李箱 就往火车山去了 去的路上 我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不行 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领导 因为在这个时候的话 家人的是最重要的 当然 所以回到了家里 陪伴爸爸做那个手术 对 一直陪着他 那个手术应该开销还蛮大吧 做完手术 一共花去了将近一百万左右 一百万对于家庭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那你有个弟弟 对 我还有个弟弟 比我小五岁 面临着家庭突发的状况的时候 你们兄弟俩要一起来考虑吗 长胸如腹嘛 大部分的都是我承担的 然后一些小细节的话 我会丢给他做 是你主动要承担这个责任 对 是我主动要承担的 他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的负担更重 你现在还是单身 对 我还是一条单身狗 而且我的能力还在这边 我就把这个蛋子挑起来 道路哥真棒 真的是个有肩膀的男生 叔叔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毕竟好像咱们刚都聊了 一起剪头发丝 想必恢复得还可以 对 恢复得还不错 就是现在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叔叔是因为家里父亲的这个病 让你决定要换工作 对 我现在是在水厂做客服 就接电话 通常都是用户过来 打电话咨询 报修啊 水价多少啊 我家用了多少水啊 这样子 有的客服就是 本来跟对方用户 就是介绍得好好的 突然就把对方给惹毛了 惹来了一个投诉 其实这种情况和女朋友之间也会经常发生 你知道吗 有没有女生就是现场 哎 七号 文蒂啊 文蒂啊 我们道路哥你看看 就是脾气这么好 想象一个事情 现在他就让你不高兴了 生气了 跟他吵两句 如果你们俩在一起 吵架了吵起来了 你有信心能够安慰好自己的女朋友吗 像对待你的客户一样 啊 不一定 不一定 主要因为此话曾讲 女生的心态呢 你琢磨了 你琢磨一下 打个电话 喂 你在干嘛呢 哎呀 我在光超市呢 你没有发现我已经不开心了吗 为什么不来哄我 啊 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你 不太关心我 然后有点忽略我的情绪 啊 你在哪里 我马上过来 我在上班 你不要上班吗 啊 那我等你下班 你先好好工作 好吧 暂且先饶了你 挺有用的嘛 两下你就招架不住了 对 我觉得文迪根本没有想要招架的意思 对 文迪全程都很害羞 说明露营地生活中本来就不是一个无敌取道的人 嗯 好了 这个这个经历啊 目前反正是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重 对吧 然后在这个 接下来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因为 接着来咱们节目嘛 对吧 而且刚刚就短片当中也有这个关键词 29岁初恋这个事 早了点 呦 不早了 29算很晚了 哎 29岁之前就算那么多 就是你带团肯定会遇到好多人嘛 嗯 对 就没有过心动的或看对眼的 呃 都有 但是我是那种不太主动的男生 嗯 我即使喜欢你 我也要给你给我一个暗示 我可能才会去联系你 或者说一些什么 那29岁那个初恋 是你在团里认识的吗 不是 是相亲的 朋友介绍的 哦 相亲 第一次相亲吗 对 第一次相亲 第一次相亲 第一次相亲就成了 你之前不去相亲 到29岁就决定去 有什么原因吗 还是说只是巧了而已 呃 因为之前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啊 30岁之前一定要结婚 啊 30岁之前一定要结婚 但是等到29岁才去相亲 我不知道就是谈恋案会那么麻烦 那29岁遇到的那个女生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是一个就是挺老实本分的一个女生 本来是以为可以就是 走到最后的那个 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 后来是就是因为 呃 她父母就是都是因病离开了嘛 嗯 然后的话 她自己的皮肤也不是特别的好 我那个时候就想 她的皮肤的问题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遗传造成 不然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她不太同意我带着去 她说我自己会去的 你就不要带我去了 啊 然后我觉得她可能在隐瞒我什么东西 她也没有跟你说过她父母是什么样的 对 什么病也没说 就啊 所以你的担忧是觉得 是有可能是皮肤相关的还是 嗯 都有可能吧 啊 就觉得可能 你可能有什么毛病嘛 不太好 所以因为这一点你就提出了分手 因为毕竟也是相亲的嘛 那时候感情技术也不是特别的老 啊 明白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也是被关注的 民法典1053条规定 如果婚前有重大疾病 为履行告知义务的 对方可以申请撤销婚姻 所以有些事情事先说明白很重要 她现在这个态度 我觉得你这个选择也是对彼此负责任 什么你在现在说出来这段 我觉得还是蛮坦诚的嘛 对 这件事情也说明你蛮谨慎的 行 那是29期的第一段 后面两次呢 后面两次 第二段的话就是已经过30了 过30了 然后就准备跟自己单位的同事 凑合凑合算了 大家都年纪大了 然后彼此看的话也还顺眼 然后就试试看 这个婚姻仿佛成了你的一个人生任务 就是作为人 人人都要结婚 然后你就得去忙活这个 但是你好像对她没有特别的 强烈的需求和期待 这样 我们在聊第三段之前呢 先听听看女嘉宾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和感受 想要问她的 因为这个男生真的是奔着结婚去的 对 我个人认为为了结婚 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是公立的 是有目的性的 是很现实的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就是那种不理智的 心动 爱情哪有什么理智可言 就爱到那种不行了 好吧 结婚了 这才是一个很水到渠成的过程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男生他很理性 他对这个女孩子 他并没有说是很心动 我并没有说是很爱你 很喜欢你 而是因为你合适 你合适做我的妻子 做我的另一半 你可能适合结婚过日子 但我对你并没有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相处的形式是很功利的 所以我也想问男嘉宾 你会去选择你心动的 但是不是那么合适结婚的 还是会选择一个很合适结婚的去相处呢 我会选择一个合适结婚的 这个就涉及到我的第三段恋情 它的外貌并不属于我的理想性 对 但是它就属于那种很居家型的 然后对我很好的那种 就我觉得就是 我虽然没有心动 但我觉得我跟他 就是在一起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说你觉得到你这个年纪 这样就足够了吗 对 是的 因为到我这个年纪你很难 再像那种年轻小伙一样 对一个女生爱得死去活来的 那你还渴望心动吗 还是说只要合适就好 当然渴望心动 对 我觉得其实聊到这儿 大概都能感受得到 就是一个这个年纪的道路哥 就是对感情也没遇到什么特心动的人 以我来听你的感情经历 其实应该从女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不算有感情经历 就是几段不成功的相亲 或者几段不成功的 以结婚为目的 但是最后没有合拍的 这个相处 一个相处 对对对 对 因为我其实能听到 你看上去温温吞吞的 但是其实温情的不得了的那种 因为你对你父亲的感情 我们能感受到 其实你是有蛮丰富的感情 但是因为你的这种理性和工作习惯 你其实是把自己的这部分给埋住了 你的工作习惯也决定了你的婚恋观 因为你在婚恋当中 更多就像你做领队一样 随时在洞见风险 以及在做风险预案 让我们感觉到你没有感情的交流 就至少在亲密的那种 经历当中你是比较匮乏的 我想有个问题问一下男嘉宾 因为确实那个老师说的很对 就是你的感情经历 对我们女生听起来来讲觉得她不算一个经历 但是也可以理解 毕竟男嘉宾她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就可能我跟她的年纪会比较相近 所以还是能去多少了解一些 但是对于女生来讲 可能还是更多的希望有一些感情基础 然后再步入婚姻 因为婚姻真的是一地鸡毛 虽然我没有去经历过 但是还是蛮害怕的 我在想如果没有感情经历的话 怎么去对抗着婚姻里面的一地鸡毛 就是一旦你没有感情基础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很难去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种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在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更多的去从 先去培养感情 然后真的是让你觉得 文蒂的问题是想问她 想不想好好谈一段恋爱 对 就先谈恋爱 然后再 先别着急着咱们谈结婚的这个事 其实之前为什么我的恋爱不太像恋爱 也跟我的工作有关 我还没谈两天我就飞走了 飞得太多 对 现在的话我有大把的时间 现在可以天天接电话 现在因为我每天上班的话就六个小时 我的空余时间非常的多 所以我可以和就是心仪的女生 好好有更多的时间队在一起 哎呀 你这个答案还让我挺开心的 那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是直接说报吗 你忍一忍到过 这个就说明她心中是有号的 她今天就已经有感觉的那个女生 有了 那我们就先进行第二轮选择 在男生训练之前 请考虑 请考虑 请打分 分数略微有一些变化 那还好哎 我们接下来就是因为要到你 要选择其中的三位进入男生心愿 考虑一下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我可不可以只选择一个 可不可以只选择一个 按照节目的规则是三个 但是您都这么说了 我们一定要尊重内心的想法 请问这一个还是你刚刚差一点要说出号码的那一个吧 对 是一直以来就是那一个 就是我一号吧 是吧 一号啊 不是 是我那个iPad上面点的那个一号 是把她 把她从那个位置移到了第一名的那个人 是几号呢 你想和她 共同唯一完成男生心愿的那个女生 是 那个女生 是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溜溜溜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溜溜溜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溜溜溜 你想和她 共同唯一完成男生心愿的那个女生 是 7号 陆文蒂 好 恭喜你进入男生心愿 说说看什么样的心愿 呃 我希望能牵着她的手走一段路 哦 这个好爱 牵着她的手走一段路 这个特别像道路会做出来的事 牵着文蒂的手走一段道路 来 文蒂有请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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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